另外在看到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警员 日前执行这个巡逻勤务时 接获增性民众的报案 表示父亲外出散步却未回家 而且父亲也患有失智症 担心发生意外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 是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寻 并顺利找到了增性民众的父亲 也结束了这场走失的禁魂祭 富人急忙向警方报案 表示自己有失智症的父亲外出散步后 就一直没有回家 担心他发生意外 因此请求警方协助找寻 日前台东分局出路派出所远警 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有失智的父亲走失 警方立即在辖区内的小路 其产业道路进行搜索 所幸在经过一个小时搜索之后 顺利找到该名妇人的父亲 台东警分局也呼吁 如果家中有失智的长辈 务必注意长者动向 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 这是陈志玲 悲难相报道